巨宇正妹IG秘方 自爆王META員工多次做愛 所以我開始睡覺 讓他回到我的Instagram 那我呀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是不需要上床 都可以拿回那個帳戶的 是USD PLEASE 500元的USD 4000多元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大哥仔 歡迎收看 EG被人HackIG 小弟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的IG被人Hack了無奈 那我現在就說一說 到底他是怎樣Hack我 他是怎樣哄到我 並且現在整件事去到什麼狀態呢 說明的就是 我在很久之前 就已經有在官方的渠道 就是在setting裡面 然後就去申請這個藍剔的認證 你看到別人的名字有一個藍剔的 就沒有回音 到今天的下午 就突然之間有一個寫著 叫做 Mengage Helper的人 就找我 他是用著Instagram的Logo 總之他扮得很官方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的帳戶現在是可以做藍剔的認證 接下來Instagram就會發出認證六位數字碼給我 然後我就把這個六位數字碼 放回到inbox的對話裡面 我就可以有這個藍剔的認證 因為我是申請過這件事 我就很容易自己會配合 申請也會得到回音 但是原來他知道你的username 撞你IG的密碼的時候 就是需要手機的六個數字 我現在就把那六個數字給他 他就可以很方便的拿到我的帳戶 拿到我的帳戶之後 很快手的 他就立即改了拿回電話用的電話 我立即就把電話發送到Facebook那邊 打一打底 跟他說發生過什麼事 他把我的名字改了 我改了做delete 29.4K 對啦 不停提我還未到三萬 再到晚上的時段 他就在我的story那裡 也改了我的profile的bio的link 就是說 Let the owner of the account contact me at the number in the bio 然後就有一個WhatsApp的link 很明顯是叫我去找他 但是因為整個過程 雖然我的人的確會很混亂 但是我是在拍這支歌仔 那我決定拍完才去做這件事 就是在拍的途中 就發現WhatsApp裡面有一個叫W的人去找我 他的電話號碼是加1414 不知道什麼 就不是香港電話 那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他不是香港人的話 那會好一點的 那一開始第一句 他是十分之有禮貌的 首先 Hey Bro BRO你老X 然後就讓我認回我自己的IG 認一認人先 然後這裡就寫 Hello If you want to access your account again And you have to pay500元 那我相信就是USD 難道是港幣嗎 然後我感覺到他急了 然後就傳到一個問號給我 我一段時間沒有回應他 喂大哥 我在拍片 哪有空來 那現在我就嘗試去回應他 我看看他會給我什麼 feedback Hello Bro 那我是不是應該回應他呢 但是我又覺得不應該回應他 Yo 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回應Yo 我免得他覺得我好像有些back up plan 跟他說Hello Hello 然後說什麼好呢 可能真的想一想他先 那我英文不算很好 那我就寫一圈兩句 I believe that you are the hacker white 那我首先就問他先 那我怎樣可以給那500元 那是港幣啊 還是美金啊 那現在就等他回了 那在等待他的時間 跟大家說一說吧 不要認為可能只是一些KOL類型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多人的帳戶 才會遇到這回事 因為其實他是知道 每個人個人的帳戶 對那個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那可能給一些錢 可以解封這個帳戶的話 那可能他也會這樣去威脅你 或者去blackmail你 然而可能你們又會問 他誰知道你有官方去申請過那個藍鐵認證嗎 那其實是不用的 因為他傳過來的那段東西只是跟你說 你的帳戶是可以做這件事 那若然你是有做過的 那就更加適合他騙了 他是不認的 他又找得我這麼急 現在我找回他他又不認 他是不是想我急 但其實我自己就不是說真的好急 因為我怎樣都好想知道 Facebook那邊會跟我說什麼 那3分鐘 等了3分鐘他就來了 那就回應我 那他就說 USD please 500元的USD 4000多元 3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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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元 我以為是對8元 3千多元對我來說 是一個足以苦惱的數目 是真的很苦惱 無故要付3千多元 那他就說不用怕 你的帳戶現在是很安全的 讓我保管 什麼事 那就是說 你付錢的話 你就會拿回你的帳戶 我會證明給你看 我拿回帳戶給你的 那他怎麼證明呢 先看看 我發了一大串的圖 他發的那些圖全部都是一些成功的案例 但是這些圖是可以做的 順手看看吧 他應該是一個國際化的黑客 裡面有一些人是用日文 加8-1是什麼國家 是不是日本 日本 對,是日本 噢,OMG 他這個成功案例 還要這麼瘋的 這個受害人的圖 我這一刻不打算付錢 我就要繼續跟他周旋 因為我還是很想知道 Facebook那邊 是否可以幫我拿回帳戶 好,那他就跟他進行 我問他可不可以用中文去聊天 他說No,Sorry 那Sorry 重要是少了個R 那我就問他 那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繼續 Hack我的AC 即是可能保持我的AC 然後我就問他 Hack我的AC 然後又或者你直接拿錢之後就離開 那他再發了一幅圖去找我 那這裡有幅不可以在YouTube出來的 Facebook那邊 他就是在說用Bitcoin 去付500美金 然後我問他 你會不會拿了我的錢就離開 然後他就只是發了一個 面紅的符號給我 然後下面就寫 I promise you 這樣說 那我就跟他說 我從來都沒有用過Bitcoin 我應該怎樣把錢轉成Bitcoin的貨幣 好,那等著這個瞬間 我繼續剪片 唉,無緣無故今天要Multi-Tasking 那剪片他就跟我說 Do you have Bitcoin? 然後我就回答他No man I totally don't know how it works 我完全不知道Bitcoin是什麼 那他現在就跟我說 PayPal呢? 你有沒有PayPal? 先拖著他吧 我跟他說是要時間給我學用PayPal 但至少我知道PayPal是什麼 那他這裡就說 如果你可以找到Bitcoin的ATM 那就最好了 那不然就找你的朋友 如果他們有Bitcoin 或者可以交易到500元USD給他的話 那就可以盡快拿回我的帳戶 然後就... OK,bro 那我就跟他說 我找過了 那我附近都沒有這個Bitcoin的ATM 那現在都凌晨的1點11分 我的朋友就睡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安全地保持我的帳戶 我們明天再處理這個情況 那他就說 OK的沒問題 你的帳戶我會保管得很好 如果你到明天之前都沒找到Bitcoin的話 那你就可以明天去銀行 然後就找一些有西聯匯款的銀行 那這就是最快的兩個方法 那再加了一個... Thanks Bro 那我就回答他OK 那我第一選擇 就是看看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幫我做這件事 那我就是office hour上班的 那就未必可以這個時間去到銀行 然後你就好好保管我的帳戶 然後我們明天再處理 Good night 那他也給我一句Good night 是一個有禮貌的交談 好,那所有事情明天再處理 好希望好希望我不需要作出一個交叉點的選擇 都說了跟Facebook的客服那邊說 好希望Facebook那邊是可以及時伸出援手 明天再說 Hello,大家時間就來到第二天的兩點鐘了 昨天的心情雖然複雜,但都還好 但是到今天就比複雜更複雜 為什麼會還好呢 就是因為我還認為 Facebook那邊的email我發了過去 我以為到了辦公時間 他們怎樣都會理我 但是誰知道是完全沒有任何回覆的 相反 客客那邊是很厲害的 他會跟我說 Good morning 如果你是找不到Bitcoin的話 你就去那個西聯匯款的銀行 跟著就跟我說 他會給他那個名字我 就是他的information我 然後他很快就要花好錢 那這一刻因為官方的不應 再加上他的搶 那我在這一刻就在想 我不如真是過數給他 希望大家可以體諒一下我現在的心情 雖然他的手法很不黑客 其實他的手法是一個騙徒 那我現在就問一下他要不要說 我輕輕地搜尋一下 香港好像沒有銀行是有做這件事 但他們自己在香港是有一些代理點 即是可以在那裡匯錢 那接著 我現在就在問他叫他給他一些information 這個是指導的 時間一下子就來到第三天了 那現在已經是晚上 到底昨天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昨天就說到 考慮到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整件事都是來自我自己的無恨 如果我什麼事都沒有做錯,然後被人偷了那個AC,然後他要我付錢,那我就真的不會付 但這次不是,我真的是一個白癡仔,那我又覺得自己也要負一定程度的責任 再考慮IG本身接了的工作,或者接下來要做的工作 第二樣,就是問朋友,或者自己上網看一些IG客服的經驗 IG官方那邊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處理你的問題 有見過一個星期,見過兩個星期,見過整個月,或者見過完全不回應 而有去過他那個求助頁面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的了 基本上你是很難找到一個跟客服溝通的位置 而你申請了一個問題之後呢,你也是沒得trace 看看你這個問題他處理到哪裡,的那些東西完全沒得提 所以我昨天就決定了要去交贖金 只不過呢,因為我個人實在太慌,而時間也是很趕的 我就是在跪完機,按了4000元出來 去荃灣打算入錢的途中呢,才發覺我是按了4000元 拿走那張卡,但是我沒有拿走那些錢 越急,真的越見鬼 當我一下車,中途跑回到攜坊的時候呢 當然那些錢就已經不在那個提款機那裡了 去了銀行入籍的了,他們那邊都要說兩個星期之後才要回答我 到底那些錢是收回那部機,還是就這樣被人殺走了呢? 如果被人殺走了,就要報警了 總之就冷個水,我明白很戲劇化 但是原來真的一個人一急起來的時候呢 即是甚麼可能都會發生的 希望大家會明白到我那一刻的心情 但當我跑回去攜坊過營機的時間呢 那些能夠匯錢的地方都過了營業時間了,就關了門了 那我就跟客客說,我趕不及了,不如明天再搞吧 而當時是繼續收不到任何IG,或者Facebook,官方任何回應 那那晚我相信有一些我的觀眾都知道 那我就開了一個純發洩的Live,然後就去睡覺了 那睡之前呢,我的朋友就幫了我去問他另一個在Facebook做的朋友 他朋友那時候就叫我給我申請IG帳號的email地址,IGID 以及給他一個新的email,讓他把帳號轉為新的email 那時間就到第三天的今早早了 因為我是怕如果我拖得太久,那客客覺得我玩東西 然後刪除了我的帳號 到時我又不知道如果就算IG真的出手,刪除了帳號 那IG那邊是不是真的會有backup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到時更難搞 然後就過了去荃灣匯錢 然後那時的客客給我的資料就是這樣的 但我相信他能給我,都應該沒什麼方法可以找到這個人 今早的兩點左右,我就真的匯了錢過去 而那個客客竟然叫做首承諾 那就真的還給我一個帳號 但還給我的帳號的時候,帳號依然是相當不乾淨的 ID、密碼、電郵、電話全部都是那客客 看我全部都改走之後,就發覺原來還有一個META帳號管理中心的東西 裡面還有懷疑是他的帳號,也還有其他受害人的帳號 我當時沒有記錄,很多國家的人都有,那些文我看不明白 能夠找到的香港人就有這個 相信這個應該是一個model來的 那我就不認識他,但如果有人認識他的話 也可以跟他說,以我這個案例來看 IG是會做事的,如果他等到就等下這樣 那我剛才說過的那些位置,密碼、電郵、電話、雙重認證方法 還有那個META管理中心 大家如果有被Hack過的話,就記得看清楚所有東西 那我不知道我還有沒有留 如果還有留的話,觀眾可不可以留言告訴大家 到底有多少個方法是可以Hack入你的帳號 那為什麼我說IG是會做事呢? 就是因為那客客給我一個帳號之後的4個小時左右 那我的帳號又被強制彈出了 那我那時候以為是那客客還在維持我的帳號 那但是看回新email的那封信呢 那原來發覺是IG的官方把我的帳號轉到新email 沒錯啦,即是再忍了4個小時,我是真的不用付錢的 那相信大家在這個位置應該都會笑我弱智的 那但是我這次是真的覺得 當一樣你很重要的東西被人拿著 即是這個帳號都跟著我很多年了 那裡面有很多照片,就是我自己調色調得很努力的 那接下來拍攝會有一些reference都會存在在IG裡面 當有這樣的東西被人拿著的時候 個人的智商真的會下降 包括沒有想到 IG如果想找我,我會寫在inbox嗎? 去到這裡我就總括一下到底那客客是怎樣騙人 第一,主要是假扮IG這個官方的人員 叫自己的名字做backage helper 然後就跟你說,你的帳號可以做藍剔應證 就算你沒有申請過,你都可能會有些興趣 因為你知道是什麼來的嘛 那若然你有申請過就更糟糕 因為你會很容易就踩了這個頭 第二點就是其實那個客客是深深地明白到 IG的客服是真的不容易找到 而他們處理帳號問題的時間也沒得估計 如果只用溝通的角度來看 那IG的客服應該是跟你說回你現在的問題 處理到什麼地步,令你放心一點 而騙徒那一方面就應該是落足嘴力去說服你付錢 騙徒在客服這方面是做得很足的 他不斷發一些成功的例子給你 基本上還24小時應機 他洗澡又說給你聽,他睡覺又說給你聽 另外剛好外國好像有個KOL在我搜尋新聞的時候看到 他就說自己被人爆IG之後去拿回來的方法 就是這個巨魚正妹IG秘方自霸王META員工多次做愛 所以我開始跟他睡覺 讓他回到我的Instagram 那我啊,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是不需要上床都可以拿回那個帳號的 那也要說回我這邊的真實事件出來 最後連這個美元匯率 如果銀行那一道是真的拿不回那4000元的話 那我這次就總共有了一百千三百多元 接近一批東西是可以交到兩個月的租 所以就跟平時有看我Live的觀眾說聲sorry 那這個買吉他基金呢 我是會把部分的錢撥去交下期的租 如果熱心攻擊的觀眾呢 都可以考慮一下 10元5元請小弟吃個安慰飯 或者是支持一下這條頻道的營運 對,不過我知道這次是真的衰我自己的按鈕 最後跟大家再三講 你那六位數字真的很重要 還有查清楚你自己的帳號裡面的認證方法 現在很輕用不同的帳號做一個帳號的admin 看看那些位置會不會有些不乾淨的東西在這裡 希望沒有人再被騙了帳號 那開始都要cash up 本身要剪那些片 要拍那些片 跟了三天真的不說得少 那這就繼續努力了 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會出我生活的主要片段 不定期會出這個伊之哥仔 即是分析一首歌裡面再加一些冷知識的系列 訂閱完我之後記得按鈴鐺 還有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真的快到了3萬人了 那這次拿回那個帳號大家慶祝 可不可以Follow我的IG帳號 給他到3萬人先 我暫時都不會去申請那個帳號的 不過 這次雖然是有損失也有按鈎 但是都叫做拿回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IG再見 拜拜 Boost